因為我們都是基督徒 所以他脾氣算很好 可是呢 唯一有一個東西 而且其實我也蠻有賺錢能力的 所以基本上他也不敢太過分 他知道你在台灣到底 他知道啊 他知道啊 因為我們其實我會 其實我蠻坦白跟他講 我賺的錢跟我的工作這樣 只是有一個東西 是他絕對沒有辦法退讓的 就是他就是開車 就是他真的非常會開車 他可能從19歲就開始開 開到40級嘛 然後我是這幾年才開始開車 那通常都是他在 通常都是他在開 在美國的時候 因為他住在美國 但在台灣的時候 因為是我的車啊 所以就是我開車載他 你也比較熟路況 我熟 對 我就看Google Map嘛 但其實我是路痴 結果後來 你知道真的是太痛苦了 跟這樣的人 就是開車 有一次啊 我們就開車 一路 念一路 念一路 是有什麼好念 我就照著Google Map開 總是會到的嘛對不對 沒有 他就說 你現在為什麼不超過那台車呢 你剛剛為什麼要這樣打呢 那你這樣 你其實應該切過去啊 那你為什麼 明明看到那個東西 你知道你如果早一點 切過去的話 你就可以穿過那台公車 然後又可以怎樣 我告訴你剛剛 可能會提早幾分鐘就到了 OK 你可以接觸男朋友一直念你 他就是沒辦法接受 我本來覺得我可以喔 因為我其實覺得 我脾氣還蠻好 我就前面都吞了這樣子 我都忍著忍著 一直到上那個建國高架橋啊 不是有什麼 曾愛路 西伊路這樣要下去嗎 結果他就 我就看著Google Map 他就在 好像是在西伊路下去 可是他就跟我說 好現在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到底要聽Google Map 還是要聽他的 我就很緊張 然後他打過去 打過去他就說 還沒啊 還沒 原來他講的是跟Google Map一樣 但他講快了一點 我後來真的是倆個 我說你可不可以不要講話 然後他真的是 因為我人生第一次 對他這樣大聲 我說你可不可以不要講話 我讓我好好開車 他生氣耶 就是對他大聲一點 那他不會對你大聲嗎 都不跟我講話 可是 大家應該知道 我其實是失控的 所以你不要講話 我可以懂你那種痛苦 因為我老公也是這種人 對 那可是 後來他就真的都不講話 後來到我們把事情都做完 因為我們是跟人家約嘛 對 約完了之後 他都不講話 然後很冷 那很冷 就真的是很冷 就是臉很臭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啊 我就 我就還說 所以還是你先去破冰的 對啊永遠都是我先破冰 因為我比較沒有骨氣嘛這樣 哈哈 我就說 哎呀那個不好意思 我剛剛那個講話太衝了什麼 他也是不理你喔 啊 這樣還不理 已經給他開肩下了 我就有一點 我就真的是 心裡也是有不爽了 然後後來 我就走得比較快 我就走得比較快 然後一走到車子旁邊 我就在副駕駛座 我就開門 我就坐進去 然後他就站在外面 我就說 他就說 喔 你不要開老 我說 我告訴你喔 這輩子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都再也不開車了 哇 因為我說你以為我很喜歡開車嗎 可是好累耶 所以就 最後都是他看 喔 其實這交易不錯耶 你算是一個很獨立的新女性 你可以接受男朋友這樣子 這麼強硬的對你 我在事後 我會告訴他說 你知道那樣子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不高興 可是 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但是我覺得你這樣子讓我 我連哄你 你都哄不來的時候 我覺得兩個人的關係 真的會有問題 OK 然後他就會好一點 OK 但我知道你本來就比較喜歡大男人的 對 對啊